農曆年就会来拆骑 说骑到4月的澳洲骑士 阿汤普申 曾经接受过访问 他还很年轻 好像说 这次是连老婆都会带来 想说将来在那里长驻 有记者问他 有没有视为偶像的骑士 他说有三位 分别是麦道朗、韦纪力和莫雷拉 有人在报道后 在网上问 为什么没有香港的马会冠军 其实没有他有什么奇怪 对 偶像级的骑士 是有生意上碗的 南非马会最近想莫雷拉 4月去参加当地的打比大赛 现在等待他回答复 不知道他去不去呢 早两个月 莫雷拉回来骑士 一天这么多 没有头码 有人在网上衣牙松缸 还有麦道朗 回来骑士 都是没有头码 不会有人吵的 不会有人吵的 不是因为他伤了 而是因为他不是莫雷拉 不是莫雷拉 成绩点都不会那么多人骂的 另外有评述员说 马会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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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莫雷拉剛剛贏了的自勝者強 跟記者說下次比賽給馬會冠軍騎 又或者馬會冠軍當著田泰安臉 拿著浪漫勇士來騎的時候 他不知道什麼叫風水輪流轉的 現在的他不知道會不會更加了解 當時莫雷拉或者田泰安的心情 最近把馬會冠軍一個訪問放在網上 他跟他老婆一起做訪問 他老婆對他讚不絕口 又說他凡事都不放棄 很有毅力 網友留言說 咳咳了訪問他 根本他老婆在說謊 其實如果老婆罵老公通常都是真的 若然是讚老公 還要對著人讚 很多時候都是假的 至於農曆年會來的湯普斯 還有些話說 他說為什麼馬會會找他 他都不知道 馬會好像那些銷售士打call call 那麼隨便看看誰的腹肌 就找誰來 他說 以前的騎士是爭著來香港的 現在要call call 香港馬會真的差了這麼多 對了 還以為今天不會出事 不過有消息說 馬會那個app好像歪了一陣子 有些人落不了 搞了整個鐘 不知道影響了多少頭鑽額呢